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疼 能放开我了吗 不好意思啊 那个 这位公子怎么称呼啊 哎呀 哎呀 好疼啊 哎呀 哎呀 平身见过世子殿下 臣等救驾来时 请公主殿下恕罪 呃 没事 没事 我 呃 本宫 只是觉得无聊 出来偷偷气 呃 对了 刚才 多亏这位公子 出手相救 平身只是举手之劳 能帮助公主殿下是平身之幸 这二位企图欺辱公主 还请您责罚于他们 看着办吧 可以 杀了他们 是 嗯 公主殿下 现在可以随程回去了吗 说杀就杀 这个所谓的世子真够残忍 都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没有看好公主猜 请世子殿下责罚 知错就好 是奴婢 不要 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啊 你怎么这么残忍啊 行里行 你就是个疯子 谢世子殿下 老婢跟了你那么多年 还有那两个人 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罪不至死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逃走 我就不会想杀他 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 也不会死 星云哥 是你害死的他们 你这是什么为理邪说啊 我又没说让你杀他们 可事实上 他们就是因你而死 你以为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 可结果 往往都是你造成的 我 行里行 你杀了我吧 如你所愿 昭华公主来冬夜城的消息 已经散布了出去 我不想功亏一亏 你好好准备 明日全程巡涌 这个可恶的家伙 真不把本小姐的命当命 只会是 今天那两人的家族前来闹事 被我给打过去了 只是怕他们会暗中使什么幺蛾子 无妨 他们若不服 大可以进京上诉 只不过意图欺辱公主 那是死罪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 这几人平日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我正愁没机会除掉他们 看来星云哥 给我们帮了忙 属下实在不明白 您为什么非让那个妖女假扮公主 那妖女满口无言 若您需要 我全司中也有女子可以假扮公主 卓烈 那日星云哥自称自己是公主时 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相信 当然没有啊 我一眼便看出 没错 我当时确实是被那妖女给唬住了 够了 这个女人 有点意思 平生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证明我是错的 不得了 这人呢 也不得了 我自己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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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 这件事我们不要撤和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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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